白色汽车驾驶酒车吹气时满身大汗引起远景注意 要求他停车受减却一度想要驾车逃逸 经过警方强势篮查后果然在车内后座发现大量电缆线 驾驶与乘客两人变成是水电师傅 却无法清楚说明电缆线来源 由于台北市近期发生好几起工地电缆线试窃案 警方将两人带回征讯 终于突破两名嫌犯新房坦诚 利用工地无人看管的时刻行窃电缆线 是酒车入检勤务 突有辆车拒检预加速死遭远景强势染查 经调查该车涉嫌台北市多起工地窃案 并在车上发现大量失窃电缆线 驾驶及乘客二人均无法交代电缆线来源 遂将人车代返所内查证 经突破驾驶失钱新房 犯嫌以徒手方式窃取价值约 新台币20万元工地电缆线73块 全案讯后一切到最嫌移送40地检署侦办 经过清查 警方总共查获了743捆电缆线 市价约20万元 警方已经将全案一切到最嫌移送40地检署侦办 内湖分局方面除了扩大追查嚣张管道 也呼吁建筑工地应该加强保全人员巡守 及监视器密度 以免让窃贼有可乘之机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非监视器密度 翻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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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翻评